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未成年子女是指未满21周岁并且未婚的子女 绿卡持有人可以给自己的未婚成年子女和未成年子女提交移民申请 绿卡持有人不能为已婚成年子女申请绿卡 但是美国公民可以为已婚成年子女申请绿卡 排期比较长 绿卡持有人及申请人在这里可以称为partitioner或者sponsor 绿卡持有人的未婚成年子女和未成年子女及受益人在这里可以称为beneficiary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移民申请的步骤 绿卡持有人也就是partitioner首先要为受益人beneficiary递交i130的申请 接下来需要等待排期 绿卡持有人的未婚成年子女排期目前大约是四年半 绿卡持有人的未成年子女的排期目前大约是一年 移民局每个月会出新的排期 排期有时候快一些有时候慢一些 例如在2018年的四月的时候 绿卡持有人的未成年子女的排期大约是七个月 排期到了以后受益人也就是beneficiary 可以在美国境内提交i185的申请 也可以在美国境外通过办理领事处理 consular processing取得移民签证 immigrant visa拿着移民签证进入美国取得绿卡 绿卡批准前你会收到移民局的面谈通知书 通过与移民官的面试来核实受益人与申请人之间的亲属关系 面谈的时候需要注意几点 面试当天应该提早一点到达面试地点 带好所有面试所需要的文件 回答问题的时候要清晰肯定 绿卡持有人就是petitioner需要陪受益人beneficiary一起参加面谈 我本人就是通过亲属移民拿到绿卡的 我的家人通过职业移民结出人才取得绿卡后 为我递交了I130的申请 但是我已经超过21周岁 属于未欢成年子女的移民申请类别 所以排期等了几年 在排期期间我在美国大学上学保持合法身份 同时保持未婚绿卡的排期也没有受到影响 排期到了以后我就在美国境内递交了I485的申请 大约过了几个月我就收到了美国绿卡 如果受益人beneficiary选择在美国境外办理领事处理 concealer processing 那么取得绿卡所需要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I130批准以后要先等待排期 排期到了以后 美国国务院国家签证中心 National Visa Center NVC会发出通知 允许受益人beneficiary申请移民签证 同时要求受益人提供申请移民签证所需的材料 受益人提交材料后 接下来是对受益人的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通过后 受益人beneficiary会收到面试通知 面试通过后即可取得移民签证 受益人持移民签证进入美国 入境后不久将会收到移民局寄来的绿卡 好 今天我们这期视频讲的是 绿卡持有人如何给未婚成年子女和未成年子女申请绿卡 如果你有申请绿卡方面的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将会在屏幕下方出现 请继续关注我们新绿名律所的YouTube视频 谢谢 请继续关注我们新续关注我们新续关注我们新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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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